抬车 我说抬车 我说抬车 抬车 几名男子站在路中央 被警方团团包围 直呼自己也是受害者 原来几分钟前 他们向王姓男子讨债 却反被喷洒辣辣椒水 王姓男子还开车 试图冲撞他们 据了解 王姓男子欠了零姓债主12万 债主找了两个朋友来讨债 没想到王姓男子 一看到债主来了 开了车就跑 画面中可以看到 白色轿车开出来后 一伙人追了上去 有人甚至跳上引擎盖 试图阻止轿车离开 不过轿车往前猛冲后又倒车 连前方保险盖也撞掉了 最后还是驾驶逃逸 那个人就是态着要跑啊 那个那姐姐应该是要挡他嘛 已经站到这个引擎盖上面 去拔了那个桃子 警方赶到现场 将零姓债主等人控制逮捕 雙方因债务纠纷 引发冲突 全案依妨碍秩序罪 恐吓强制等罪嫌 移送侦办 原警组成专案小组 正在积极追查王姓男子 但零姓债主讨债不成 一群人反而先被警方送办 介入一家无疑圈花莲采访报道 我们来帮大家来科普一下下咯 好水神跟病毒细菌作用之后 会还原变成了水哦 这个换句话说是完全不残留 也没有任何的污染 一天你就算使用上千次 也完全都不会刺激皮肤 小朋友 宝宝 儿童 孕妇 完全都可以用 欢迎大家上快点购